來 好這要求那個 S 跟 Y S 要求杜蘇 要求他的編長 好的 首先的話 第一個呢 當然你都看到他是直角三角形的對不對 然後這邊又寫等腰的關係 那這邊9這邊18 你給我約分約一下變什麼結果 9跟18约分 要约分啊 没错,看这里,关键的喔 如果9跟18约分之后 这边是1,这边是2的话 你没有背过那个特殊角 它叫1比2比什么? 而且2要在写边知道吗? 2要在写边,所以1比2比刚号生 这边是刚号生,所以度数会知道喔 所以这里几度 刚号生对过来几度 60度,1度过来怎么样 答案叫做 这个叫做30度 1比2比刚号生 那个等一下,先处理这个喔 好,那这好了之后呢 再把1比2比刚号生 按照几倍放大 9倍放大 所以928,9刚号生 这边919 所以要问y多长 对,y的答案叫18刚号生 好,那其中那个x答案多少 30 好,那个第二题怎么样 好,那第二题啊 它是因为那个 题目说这个是30度 然后是2s度 这边是y度 那度我就没有另外写了 所以这边是2s度 那边是3y度 那这边30度 它要求x跟y的答案 那我怎么做呢 因为看到特殊角 30、60跟90 它的三边比例关系 是1比2比刚号生 哪边1 小角度对过来这边1 哪边是2 整个ac边是2 哪边是刚号3 而这边是刚号3 那提问我说 这个珠怎么样 它是终点 因为是终点啊 所以 这个2可以分 分成怎么样 1跟1 对不对 那1跟1 变什么型呢 等腰三角形 而且呢 你不用你理解了 它不断等腰 这还60耶 所以什么东西呢 这会是一个正三角形 所以这边就是60度 然后3y怎么样 也是60 你理解都可以省掉 你知道吗 所以3y等于60 直接解了 因为它是等腰 顶角是60 所以是个正三角形的 所以3y是60度 那y多少 20 y就是20 然后再来反对x s在这边嘛 对不对 可以两个解 两种解法嘛 2s来3 因为这边是直角啊 90-60变2s 或者说 你用算的这样算也可以啦 那我们用这边处理就好了 所以 60加2x 等于90 所以2s等于30 那s答案就是15 那这样的写法比较符合 我们现在所学的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啊 应该说啦 你们现在时间够 哎 快九点了耶 不是啊 因为你们时间够 所以你们应该要从前面开始 按部就班学 就是说你可以从前面的 第一册的第一章开始 什么树线开始学过来 也是当你时间不够 比如说你已经国山下学期 你剩半年要考试了 你当然跳那个星星多了 容易考了 就先复习它 这样知道吗 你现在时间够 你就应该把以前没有学好的 再把它复习过来 假设你科学技巧很烂 烂爆了 要复习 要学好 还有机会 但是你最后剩三个月的时候 科学技巧你还不会 就不要 不要会了啦 就给它放弃吧 懂意思吗 你要割舍了 但现在不能割舍 现在时间还很充裕 你只要不会都要学 比如像那个理化的木 我浓度 又搞不清楚了 那个都要去复习啊 都要把它学好了 再处理历届会考机测题 其实我觉得 参考书或者是考卷题目啊 千变万化 背了很多类型 但基本上我们还是不脱离那个 会考会考的原则 所以我们就参考历届题目 来练习看看 你会知道说 它的边角关系会怎么考 会考到多深入 就不会说越学越走火路魔 然后做一些很多很难题目 到最后都不会考出来 所以我们就尽量就是不要偏离主轴太远 好第一题要说呢 三角形ABC中呢 已知角A70度角B40度 他说哪一个正确呢 这里简单 要我讲解吗 不用 所以答案是B 你自己画图了 以图画出来之后 再把那个角度算一下 你会知道 大角对大边 小角对小边 很容易做处理的 好那第二题目我跟你讲 有一个小技巧 他题目不是说 AB小于AC吗 对不对 那你是要画图 我跟你讲 你画得越夸张 看得越清楚 知道吗 他是不是AC最长 AB最短 所以画的时候呢 你就给他AC画超级长 AB画很短 你这样子画 最容易看的 这样知道吗 画越夸张 你的答案就越清楚 那他是AC比较长 这是AC AB比较短 这边是AB 然后题目又怎么说 他是要画 他有高 AH垂直BC AH 没有 这边是H AH垂直BC 所以你图画出来之后 其实答案都换出来了 角B等于角C吗 这种烂答案怎么会选呢 对不对 那角B小于角C吗 不是 角B大于角C 小于角C吗 不对 我念错 来 所以是 角B大于角C才对吗 怎么小于角C呢 所以B也不对 那C是说 BAH等于CAH 你认同吗 不认同 BAH CAH你也不认同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再来就是 答案选珠 角BAH 比CAH 比CAH还好小 对 这样吗 对答案选珠 好 看那个第三题 你在开玩笑吗 我有问题 你有问题 第三题 你说 小薰 小薰是谁吗 小薰在哪里 是这个问题吗 不是啦 你说 我要问真的 他的点是在三角形中间点 不是正中间 反正就是在三角形中 我在讲第三题吗 不是啦 这种情况很奇怪 那哪里奇怪 小薰想在花园中 画一个 土地 圈一个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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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梅菲花 他以自己为中心 找出 跟他等距的 加一比三点 那老师我好像比较 记录如下表 就是转了两个层下 要比较大 就比较 并测量此三点的距离 那答案就是珠啊 首先 他找他等距对不对 一三题 找他等距什么意思 你会被他题目开始给蒙到 对不对 比如这个是小灰在这边好了 小灰在这边好了 他都跟他等距 他在想等距什么意思 距离会一样对不对 好这有个点啊 这是甲 这里 这柄 甲 甲 乙 丙 跟小灰的距离都一样 对等距了 然后呢 他说甲到乙的距离是1.5 所以你发现 好像跟那个等距也没关系的啊 对不对 然后乙到丙是7.5 好 再来他问说丙到甲 那丙到甲的这边的长度呢 不就第三边 是X不就好了 它的范围怎么写 对 右边要放相加 相加是1.5 1.5加7.5 7.5加1.5 答案是 8.5 什么什么 净位啊 9啊 相减呢 5 6 所以他的范围在6跟9之间 答案怎么选 8 8 对答案选8 加上选珠 所以发现那个题目有时候故意 会加一些内容进来 但是你不要去理会他 你图号你把这个出来 好来第四题 第四题 有长3公分6公分的两线段 何者是错误呢 因为他说 我再给你一个长3公分的线段 你就可以围出一个等腰三角形的 有没有好棒棒 6公分都超过 可以吗 不行吧 因为3加3刚好等于6 不行啦 可以喔 可以喔 3 3 6 你的最长边是不是6 再怎么长都要比另外两边相加还要小 所以6会小于3加3吗 不会呀 所以答案选A A是错的 这样知道吗 真的假的 好 好了吗 好来 他这边有说那个Bc等于Ac 对不对 那你的Bc跟Ac 他说A柱是不是4 如果A柱4这边3 那根据你背过的3比4比5 所以Ac就是5 Ac5那Bc呢 3 5啊 Bc啊 Bc5嘛 Bc5后到3这边就是2 好不要喔 所以这边是3 这边是2 对不对 好 这样看啦 这边有没有直角 有啊 这里有没有直角 有啊 直角对不对 对啊 然后再看喔 这两个相加有90度吗 有啊 这两个相加有90度吗 有啊 好 这两个相加90 这个是不是3跟2 3是比较大 大的这个边会对到怎么样 比较大的角 所以这个相对于他 这个会比较大一点 这个比较小一点 那这两个相加90嘛 所以小的配谁 小的配大 什么种 小的配大 那大的配谁啊 配小的啊 所以要比大小之后答案是 F5B珠大于FC珠 好 所以答案是A 好 这样OK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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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图是画的不怎么好看啊 不过还是可以用 来 那个 你在做 没关系 你在做题目的时候 一定要把所有条件 都往图上面去写 知道吗 你才会清楚啊 他说AB长6跟3 你写不写 写 当然写啊 然后再来是那个 B7长13 一样都要写 所有整道全部都写 脚B1 A60度 这什么角 断角 这是个特殊角 对不对 怎样特殊角 因为他本来是把那个矩形 什么样矩形 四个角都直角不是吗 对不对 你把这个90度的折到这边来 所以有没有30 60 90 遇到30 60 90的时候 他的三边比例关系是 1比2比更耗3 很好 都变得很熟 1比2比更耗3 哪边是1 1 哪边是2 1 斜边喔 最长是2 哪边更耗3 这边刚好更耗3 放大几倍太棒了 6倍 刚好放大6倍 所以是6 1 6 1 a是6 那这边也是6 对 然后6 2 12 这边是12 用不到 先不理他 他问什么东西呢 他问的是af的长度 af在哪边 af在哪边 就af 这边对不对 你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呢 从这边画垂线 或是从这边画垂线都可以 如果你从这边画垂线好了 画下来的时候你看 他不对折过来不是吗 这边30了 这边呢 也30啊 那这边呢 90扣两个30啊 这边也30了嘛 又遇到什么角 又遇到特殊角了没有 是不是1比2比更好3 哪边是1 再看一次喔 30 60 90 哪边1 这边是1 哪边是2 这边是2啊 那这边呢 这边更好3 对不对 你注意看喔 2等分是6更好3的话 一等分多少 3更好3除2 因为2等很好 你反应很快 2等分是6更好3 一等分不就除2 除2变什么结果 3更好3 好再来 你看这边的长度是他的3更 他的更好3倍喔 所以3更好3再乘更好3 3更好3 3更好3 乘更好3 那答案变什么 它变成9了耶 正确 什么27 9了 你好爱和自己啊 比较讨厌喔 那9的时候呢 你看喔 如果你刷出来9以后呢 代表说怎么样 这边的长度就是9 你这边还全部13耶 那扣掉9多少 9是 4 那这边是呢 这边怎么样 也是正方形的 诶长方形的啊 这边也是4 好这样吗 诶过程补一下 你不要 只有蒙队而已 你才有过程 好吗 好了 他说那个脚A90度 那题目帮你画好了 我们再画一次 这边90 好把它确认一下 来 脚壁跟脚珠 都是30度 对不对 好 你再叫 好了吗 所以脚壁跟脚珠 你都要给它写上30度 写了之后 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是个什么型 特殊角的 多特殊 30 60 60 60 90 你再注意看喔 这个角 是不是这个三角型的外角 外角等于这里加这里 这都60的 所以这30这边怎么样 30 30 又对0角怎么样 相等 所以你会发现说 它这边分别有两个等腰三角形 怎样的等腰 这一边等于这一边 然后这一边等于这一边 对不对 好 那题目是要求什么东西呢 AEFC AEFC 是AEFC的周堂 对不对 那你就把EF怎么样 给它搬出来啊 然后你就把那个呢 这边的长度的CF呢 给它搬出来 所以本来求这边的周长的 这边移出来之后 变成这里加这里 没错吧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把AB边求出来 乘两倍不就好了 那这要给什么条件呢 他要给说 AEFC长是1 如果这边是1的话 1比2比跟号3 对 1比2是而已喔 这边是跟号3 1比22斜边嘛 1比2比跟号3 这边跟号3呢 这边呢 2也跟号3呢 所以要求那个AEFC的周堂 你把这两个移出来 之后变成AB加AC 所以答案是 跟号3加跟号3 2跟号3 好 这样子会吗 那我原本猜就是没错 所以如果说你 当初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没有看到这个等腰 没有看到这个等腰的话 你看不出来答案 有听懂齁 好吧 来第8题 老师不是猪了 你才是不是猪咧 哈哈哈 我问老师是不是猪呢 老师不是猪 不是猪 答案是猪 答案是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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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老师是不是猪啊 很奇怪 问老师是不是猪 为什么是猪呢 我们很严谨的把它探讨一下好了 首先呢 这是不立体的 角尖 角尖 角尖怎么样 不要玩飘浮 专心 这是立体的哦 所以这一面是立体的鞋 对不对 这边是60 这边70 你能不能算这角度啊 你要算你算不行啊 这边是50 好再来 那么快啊 180后这两个 这边是50 这边是60 15度 然后开始看了哦 以左边这个三小鞋来看的时候 我们根据大边对 OB 讲出来 大角对大边 小角对小边 你把这三边重新排过 怎么排 OB最大 OB最大 OB大于谁 OB大于AB AB过来是谁 那是小角对小边 大于OA 那排好之后呢 换另外一边这边排的 怎么排呢 一样 OC大于 大角对大边 OC边最大 大于谁 对过来这边是BC嘛 所以BC排在中间 大于OB 这小角对小边啊 所以OB本来是最小 所以你把它 对你把它不等是接过去 有没有 OB有接到啊 所以OCBCOB 再接到这边 哪这样排过来 对 所以从大排到小 没错吧 OB在这里啊 从大排到小 最小是OA 最大是谁啊 OC啊 所以答案是OC 就是要这样排啊 就是要这样排啊 一定要这样排啊 这样看的喔 我就是错了到底 拜拜